那么的话,我们前面学了什么,这些标签以及什么,传统布局都是用的标签来做的,是吧,那么传统布局的话也比较简单,我们基本上也会了,是吧,基本也会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学这个4SS,4SS的话,一个是用了什么呢,我们要学什么,这种什么,第二种布局方式就是什么,DIV将4SS布局,是吧,那么也叫HTML将4SS布局,啊,好,这种布局方式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通过4SS来, 控制,啊,4SS来控制的,啊,那么的话,这种布局方式的话,需要学到什么,需要学到4SS核子模型,啊,以及什么呢,核子类型,啊,4SS浮动,然后定位,然后是什么呢,背景图定位,啊,这一系列的知识,啊,学完这些知识之后怎么样,才能做这个,这个DIV将4SS的布局,啊,这种布局方式目前也是主流的布局方式,是吧,啊,这样子的,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SS,啊, 好,4SS的话,那么是怎么样呢,它是什么,它是在HTML这个语言之后,才产生的,之前没有4SS,没有没有,没有,没有4SS之后,我们为了让网页有一点点样式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些标签是不是带样式的,比如说H标签是不是带样式的, 它的文字是加粗的,也变大了,是不是这样的,P标签也带样式,它是不是,之间是不是有,有行距啊,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在,在这个样式出现之前,为了解决这个样式的问题,所以标签的话就带样式的,是吧,那么的话,后来4SS出现之后,这些标签的话,按理来说,就不应该带样式,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样式应该全部交给我4SS吧,但是的话,这些标签的样式还是没有,剃除掉,还是带着,有没有,没有,就是它是一个遗留下来的问题,啊,人要带样式,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个遗留的问题啊,那么的话,为了让这个什么呢,网页更加的什么,丰富吧,更加好看吧,那么的话,我们为了让网页的什么,内容和样式能拆分开, 什么意思呢,我们的HTML写的那个东西呢,那些东西就属于什么,内容,是吧,然后你在内容里面的大小,颜色,位置,这些东西是属于什么,属于形式吧,形式也叫做什么,也叫做样式,是吧,那么样式的话,我们想把它分开来写,啊,那么由此的话,这个世界才是就产生的,啊,世界才是就产生的,啊,世界才是的话,这几个,这三个字母的话是什么呢,是什么, 什么,什么CSS,是什么,contestor style,什么sheet,这样一个东西,是吧,这三个章词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什么呢,是成叠样式表,是吧,它是成叠样式表的意思,啊,那么有了这个CSS之后的话,我们怎么样呢,就是,HTML里面大部分表示样式的表现,就废用了,废弃不用了,是吧,废弃不用了,啊,那么的话,HTML只负责文档的什么,结构和内容,啊,只负责文档的结构和内容,啊, 啊,那么表现形式的话,都交给什么呢,交给CSS,啊,交给CSS,啊,那么的话,HTML文档的话就变得更加简洁,啊,更加简洁,啊,好,大家那么后面在用到的时候会喜欢到这一点的,啊,为什么要变得简洁了,为什么要把文档变得简洁了,那么它是不是有一点是方便什么,爬虫去爬吧,你的HTML呢,这个文档是不是很简洁,我爬虫是不是好爬一点的,啊,我爬的不是你的样式吧,你的文字大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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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有必要去爬,没必要吧,你这文字写的什么内容,我要去爬出来,是吧,去读过来吧,的样式我是不关心的,我是关心你的内容,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CSS让这个文档更加简洁的话就方便爬虫去爬,是不是这样的啊,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一个优点,啊,好,这个关于CSS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啊,好,接近来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4SX的一些基本语法,以及什么呢?这个页面引用的方式,是吧? 4SX它相当于是另外一种文件,另外一种文件,那我们来看一下4SX。 4SX的话,那么它是另外一种文件,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4SX,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4SX是引用到页面上来没有来的?做一下,比如说,新建一个002,4SXX的引入,我做.html。 好,我们4SXX的话是引到页面上来的,是吧? 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基于什么呢?html吧,所以说我们先写一个html文档,是吧? 写一个html文档,然后的话,假如说我这里面拿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拿一个div,拿一个div,然后的话,比如说这个div里面包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div标签,是这样的,这是一个div标签。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样式放进来,是这样的。 那么样式放进来的话,样式有三种方式,三种方式放进来。 那么哪三种方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属于什么呢?外链式的,通过外链的方式放进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样式是属于另外的文件。另外的文件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一般怎么做呢?一般是怎么?一般是在这里来。 在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一般什么呢?会新建一个文件夹。 会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这个文件夹的名字叫什么呢? CSS。 然后的话,我们把样式文件放到这个里面来。明白没有?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页面上把它引进来。懂得没有?是吧?好。那我的话,我新建一个这样的文件夹。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这样的文件夹?是这样的?好,我来新建一个样式文件。 然后6一个fire,是不是这样的?好。央视文件的话,一般是什么呢?命名,怎么命名呢?比如说,命名一个main.srs,是吧?main。main就是主要的,是吧?或者你命名什么index.srs,都可以。是不是这样的?好。 那么的话,这个前面是名称吧。名称的话是可以随便写的。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它的扩展名是什么?csrs吧?没有,是吧?好。 那么的话,假设我就命名为什么?那么我一般习惯的命名为main.srs,这个是主要的一个srs,是吧?好。命名完之后,然后把它存一下吧。存一下啊。存到这个srs文件夹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好。 这样的文件夹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这个样式文件呢?多了这个样式文件啊。我先把它上掉啊。这个样式文件里面目前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是这样的?目前没有任何东西啊。好。 那么这个文件和我这个文件怎么观点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怎么观点起来?那么来看第一种引入方式。那么我们在这个什么呢?head里面引用吧。head里面怎么引呢?用这个link啊。 输入一个link啊。输入一个link啊。输入一个link。是不是啊?它自动的联想出来了吧?好。那么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是一个规范的写法啊。大概都这么写啊。至于具体的意思的话就是,这个是什么?样式表,是吧?这个是文本的css啊。大家知道大概这个意思就行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hub的话是什么呢?hub啊。hub啊。hub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式的这个地址。啊。地址是什么呢?基于它去找,是不是这样的?啊。基于它讲是什么呢?是什么呀?什么?什么?当前目录下吧? 是什么呢? Acting?。是什么呢?上面这…什么?提成这些意思是什么kis?是不是知道引进来了? ser док的自己现在引进来了啊?啊。 啊,引进来了日后那么的话,这个当前目录下,这个是不是可以省略啊?啊。好,那么把它删掉,是不是就可以啊?那么这是不是引进来了?啊。啊。 啊。引进来,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什么?啊。 Beretz,我们来看看啊。领导再来,是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是吧,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目前这个页面是不是,什么,这是一个DIP标签,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文字啊 好,那么如果说,我想针对这个文字给样式,是不是这样的啊 给样式怎么给呢,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的话,怎么给呢,我就在样式里面写吧 写样式,然后给了它,明白没有,给了它啊 好,怎么给它呢,首先来怎么写呢,首先写一个什么呢 选择器啊,选择器啊 这里有个选择器 选择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么最常用的 比如说最直接的,最什么,方便了解的什么呢 标签选择器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一个DIV吧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写一个DIV啊 DIV啊,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写DIV的时候不要写监控号啊 这个地方没有接控号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没有,没有接控号啊 DIV,然后的话,这个DIV的话就对应这个页面上的DIV,明白没有 好,那么写了这个选择器之后,接着写什么呢 写两个方括号啊,写这个方括号 方括号写完之后,然后我回车啊 在这个里面就写样式啊,在这个里面就写样式 好,怎么写样式呢 比如说写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写啊,来看两个最常用的样式 比如说写一个自体大小,可以写吧 好,最大小是怎么意思呢 Font3,就是自体大小啊 好,最大小 好,这个地方假如说我写一个多大呢,是吧 假如我写一个16px,这是一个坑啊,这是一个坑啊,要记得啊 我写一个16px,那么这里写完了,是吧 写完之后,假如我还想写点东西 比如说我想改变这个文字的颜色,是吧 颜色怎么写呢 那么接着后面写就行的,是吧 Color Color的话就是设置什么呢 这个样式的,这个文字的颜色,明白没有 啊,颜色,比如说Color的话讲的是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Red Red是什么意思啊 红色吧,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那么这个是写成一行啊 那么为了方便观看的话,我怎么样 我回收一下,是吧 回收一下啊 好 好,那记得啊,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样式注掉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注释的话是什么呢 那么是这样子的,是吧 斜杠星号,然后什么呢 星号再斜杠啊 那么这个样式是不起作用啊 这个不起作用是不是这个会起作用啊 好,如果既然它起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起不作用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啊 是没变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啊 没变的啊 那么我刚刚说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坑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是这个坑呢 大家知道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字默认大小就是十六 明白没有 你写十六不是废话吗 是不是这样子啊 默认就是十六啊 写十六是废的啊 那么你写大一点就有效果了啊 写个二十 二十吧,是不是这样子啊 二十之后那么这个是什么 我刷新一下它就变大了 都变大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注的注释把它取消啊 把这个取消之后再来看一下啊 好,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它都变红了 变红了吧 好,这就是样式它的这个做法是吧 好,好,这是关于样式的基本的这个写法 是吧,样式基本的写法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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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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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